花東地區位在歐亞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 地質特殊造就許多美玉寶石 特別受到國內外賞識人士喜歡 尤其花蓮樹有石頭故鄉美名所出產的美食 不但帶來實質 經濟價值也讓很多收藏家特別到這裡來尋找美食 一顆顆形狀顏色不一各具特色的石頭 以及利用經過切割雕刻 變成另外一種樣貌的作品展示出來 這是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 花蓮縣文化局 以及花蓮縣十一文化推行協會共同主辦的 實在精彩花蓮美食連戰 還有石友會 就是可能保溢石協會可以加 但是我們花蓮 剛剛講的通通都是 不管是玫瑰石 玉石 雅石 圖案石 寶石 花蓮的社團最多的就是我們 石頭的一些協會 這次大概經過跟花蓮文化局 花蓮縣政府 還有我們跟吳政皇吳董事長 協調 我們就邀請這個吳 吳會長這邊全盤的 來跟我們協調 花蓮地區位在歐亞板塊 以及菲律賓海板塊的交會處 地質特殊造就了許多美玉寶石 特別受到國內外賞食人士的喜愛 尤其花蓮素有石頭故鄉的美名 所產出的美食不但帶來實質的經濟效益 也讓許多收藏家特地到來尋找美食 經過我們文化局的這個大力的協助 那我們就在決定在今天在這邊辦這個展覽 那為期會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作品也都經過篩選過 那今天我們的作品展出呢 花蓮的特產的就是玫瑰石跟這個 台灣玉石花蓮的特產 那花蓮也號稱是這個食益的故鄉 那我們把這些精品能夠在這邊做一個展示 這場連展展出的包括 玫瑰原石、台灣玉奇亞石、圖案石 表框光畫、東海岸玉石 雕刻精品共計101件作品 展期將從9月8號到10月10號 台東生活美學館主展覽室展出 歡迎民眾把握機會到場欣賞 借盤最台東事報的